好,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次呢,我们主要讲的是李契菲的笔画讲解 李契菲的笔画讲解和单个字的临摹 因为前面的这个,主要讲这个临摹的时候 临摹和这个结构用笔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是把这个李契菲很基本的东西 也都大概讲了一下 那这节课的话,我们主要再来看一看 这个李契菲里边的这个笔画它的特点 以及它这个空间分布 它的结构处理方法 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看 再来理一下 首先我们看着它最抢眼的 其实就它的燕尾 它的燕尾是比较厚 然后呢,又是比较大 又是比较方 它整个很有力度感 那我们先来找两个具有标志性的燕尾 首先先找这个厚一点的 先看这个,这种厚重一点的燕尾 像这个,这个芝啊 这个赛,包括这个龙啊 这个都是比较厚重一点的燕尾 我们先来写一下 入笔啊,就铺开啊 逐渐铺的更下去啊 然后到了这个转角的地方了啊 要出辣角的这地方之后啊 往下顿一下 轻微顿一下 再把笔封再拧开啊 整个是要出的饱满一点啊 这一块很厚的啊 这一块要厚 之前我们讲的这种啊 就是往上推啊 再往上推啊 下面再来一个 这个载字的这个燕尾啊 这个逆风过来 往上走 再往下 好,停住 往上推啊 这个也是往上推 整个要把它写方写厚一点啊 它是比较厚实的啊 像这个龙字的 它也是一样的 它这个 它是有一个比较方的感觉啊 像这个龙字的 它是更方 前两个它相对还好 龙字 这一笔 好 方一点啊 方一点的话 这个你就可以比提起来都没关系啊 再来接啊 这样的话 它会更方一点 这样的话 它是更方 这种感觉 它比前两个的更方一些 那当然如果说你想写的特别方啊 就是像那种有那种棱角分明的那种的话 那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啊 你看比如说这还是铺开对吧 铺开之后啊 我们 接下来 再往这下面 用这个笔度啊 笔度它有一个棱角 你压下去 它会有一个浓角 好 再这样上来的话 它就会更方一点啊 当然这个看我们的具体要求啊 具体的需求 这个可以去调节 嗯 这它比较厚的这种燕尾啊 那么它这个比较轻的燕尾的话 就比较灵巧一点 那比如说这个笔 这个轻字的啊 轻字 看一下 它整个它是比较轻 前半段就是比较细的 到中间是要提啊 到后半段稍微压一点 再往上走 这种的话 它看起来 和这种它两种效果了啊 一个是厚重啊 很实啊 很实 这种的话就是什么呢 灵巧啊 这个啊 就是巧啊 轻盈啊 我们再去找一点 这个细的燕尾 写一下 像这一页的也有轻一点的 比如这个函字的 最下面这个小的燕尾 它也是比较轻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燕尾 它怎么写的 这个的话 它体验动作是比较大 啊 先是入笔逆锋啊 切好往上顶啊 就往上上去 这是提起来的 对吧 好 接好了之后 再往下走啊 压 再出来啊 整个它其实这个角度 它也是这个比较大的 还有那种轻一点的 你看 你看 再一个 这个续子啊 平向的燕尾 很轻 看啊 它还是不能像曹全那样比较圆啊 这基本上都是片方 啊 还有轻一点的 你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生字 啊 这个字的燕尾 它就综合了 这上面两个啊 这两个啊 加起来啊 那么就是下面这个生字 这个燕尾了 这提按很大 然后呢 又有这一个的整体感觉 很长 好提啊 这边就按 整个的就把这上面两个就综合一下 对吧 就下面这个啊 它细的燕尾 它看起来就是比较秀美的啊 好 基本上 其实它这个燕尾的话 就这粗的细的啊 当然具体的形啊 它怎么去变 其实这个很好变的啊 你看 就和这两个是一样的 你看 这个加上这个就变成这个 是吧 那如果说 我要想把这种变粗啊 你看 看这一个啊 这个加粗 这个加粗 其实就变成这一个啊 加粗 这个的话 其实是很好变的 那如果说 你看 就看这一段啊 把它加粗 那变成能容了 就有点像这个感觉了 看到没有 啊 所以说这个燕尾 它的变化啊 我们在写的时候 这个变化的话 是很好 很好处理的 那有的 可能有的同学在 写这个李契威 遇到创作的时候呀 想着这个燕尾 反正都是方的啊 然后全都是写的一些小方块啊 或者说写的很厚的一些方块 用笔呀 线形呀什么的 就没有考虑了 其实就是 这种转换 没有转换过来 这没转换过来的话 就写的很单调 很简单 就没有变化 那你看 我们这边写了三个这种燕尾 是吧 我这个和这个综合一下 变成了那种啊 我可以把这个加粗 是吧 整体加粗啊 燕尾的这个 那角那部分呢 写成这种形 是吧 写成这种厚度 啊 然后这一个 它不是前半段比较匀吗 是吧 那我和 哪个呢 我和这一个啊 和这一个 综合一下 是吧 我前半段也写粗一点 但是后边呢 我就写细啊 这个燕尾 我就不把它写的很明显了 我就整个这个线 都是把它写 这么粗一点啊 但是又有燕尾 这样的话 这不是也变化开了吗 其实这个字帖里边的 很多燕尾 它也都是通过这个粗的 细的啊 一个提案 这样去变化 是吧 那它没有太多的说什么 这必须什么 那怎么写 这必须怎么写啊 只要你的用笔正确啊 还有你把这种整体的感觉 给它表达上去啊 线的线的这种质感啊 给它加上 当然这线的质感呢 那不是说 我们知道怎么写啊 那个质感的话 是要通过我们经常练习啊 你要写的多 那可能才会提高 这个的话 燕尾基本上就这样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这种 横线啊 它的横线竖线 还有这个癖化 先来看这个癖化吧 这癖化也是在这里边 是比较经典的一种呢 你看这个钦字啊 钦字 这癖化的话 之前的课也是 认为是提到过的 好 先写下来啊 到了这个拐角的地方啊 要先停住的啊 我当然是 刚才是把这个笔提起来了啊 完全提起来 那我们写的时候 只需要停住啊 停住 然后笔立起来啊 把这笔锋立起来 再往下啊 压一下 再写出来 那么它这一块 它就会形成一个角啊 它整个这个 这个癖化的力度感 它会更强啊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动作的话 写出来就感觉就跟曹犬啊 曹犬那种癖化一样了 这是李契威的一个特点啊 包括你看下面这个笼字啊 这个癖化 它依旧是这种感觉 是吧 呃 动作是一样的动作啊 只是说力度方向啊 大小影响了他们出现的这种形状啊 用笔都是一样的 呃 大家只要会这个用笔的话 我们在创作这些呃 字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可以的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盒子的这一笔和这种 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在临替的时候啊 就是要去总结这些规律啊 你看这个序字的 这笔画 是吧 都一样的 这个郁字的啊 也都是这种 一样的用笔啊 只是说什么呢 它的前半段啊 前半段的形不一样了 那是怎么来的 就刚才我说这个 横向的燕尾的问题一样 它是把别的笔画的那种粗啊 加过来了 那种细那种提案给它加过来了 但是它最基本的这种用笔啊 它的这种用笔的这感觉的话 还是没有变的 只是说 加了粗细 加了提案 加了大小啊 你别就加了之后 你别穿件衣服 人家还要认识你啊 是吧 穿了衣服 化了装 你依旧还是你啊 依旧还没有改变 这个 所以说大家就 没必要去 每个笔画都写得特别好 特别认真 其实我们在写创作的时候呢 这种有规律性的笔画呀 就你掌握它的规律之后 写创作是特别容易的 没有规律的那种啊 比如说 这里去皮 它就一个字这样搞的 那种字你就把它记住啊 把这这个形死死的记住了 但基本上创作也没问题 好 那么 我们看啊 这里边的 横画啊 它的横画 长横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长横 你看这长横 顺字和这个步字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顺字和步字 我们 有字帖的就可以看一下字帖啊 顺字和步字 这两个都长横是吧 都有提案 是吧 提案都在哪呢 都在中间那一部分 步字的是哪种 先写一下 啊 这步字的 这头往下垂着啊 然后提起来 好 后半段要压一点啊 是吧 后半段的话 它有一个往下的感觉 啊 这一段它是要提啊 这是要提起来的 这是必须要提啊 呃 那我再写一个顺字啊 顺字的这个横画 它还是往下 啊 往下的感觉啊 要提起来 好 后半段 这是提起来 后半段的话 又是要压出一点的啊 它还是 中间这一段 是吧 也是要提起来 那前面出啊 后面出中间 细 这是它长横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你看这下面 这不还有一个子 是吧 这个子 这它 这个字 它也是一样的啊 你看 前面有一个大哥的啊 提起来的一个动作啊 逐渐提细 好 后半段又要加速一点啊 这一个 长横 基本上就是这种的啊 我们下一次 再写这长横的时候呢 把这个 给它搞对就好了 是吧 特别这种东西 在写创作的时候 特别好用的啊 嗯 比如说 我们在写这个 嗯 我想想啊 写个什么字呢 嗯 写个这个 曹字啊 曹全卑的曹字 那我们不出厌尾的情况下啊 不出厌尾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 这种线 给它用上去啊 是吧 是吧 你就可以这样就把这个藏红给它用上去了 嗯 通常情况下这个曹字还是可以输厌尾是吧 但如果说有两个这个曹字的话 那一个输一个不出就可以用上去了 这你从字贴上来的这就是啊 像这女器杯 我们 这个 就知道了 这长痕 它也是有一个规律 是吧 这前面的燕尾 它也是有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种 给它记住就没问题 像还有一种嘛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 就它里器杯啊 那里边 也不多啊 然后它 这个特点也不是 别的杯 基本上不这么写 是吧 啊 然后呢 它是这样写的 但它这个里边呢 也就那两三个字这样用 对吧 那这种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记住了啊 比如说哪种呢 这个为字啊 这为字 它这个是怎么搞的呢 这样下来啊 这是往上挑一点 好 这边这样 好 这个行 这往上拱是吧 好 拱了之后 又往下 这又要压出 这一块是要压出的啊 压出往上挑啊 再接这一笔啊 这样 是吧 好 然后这些写完之后啊 这写完之后 这就像楼梯一样啊 阶梯一样啊 这边也是像阶梯一样 这写完之后 它这是往上翘啊 往上翘 这再压下来啊 再勾过来 像这种字的话 怎么搞呢 就只有把它的这个形给记住了啊 这种就记住啊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也可以用啊 比如说这个码字啊 码字我们也可以 那下半部分就这样写了 那把它这一个东西给它用上去 虽然说这上面的用不到吧 这下面的还能用到啊 当然如果说出现这个唯一字的话 就直接把它搬上去 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记的字啊 这种比较特殊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再淋一下啊 就单个字 淋一下单个字 好 就这一吧 这一好像拧过 后面一点点 那么我们拧这个后面一点的 其实这个李气威啊 李气威的话 它是中间偏后啊 偏后面一点的 那一段是写的最精彩的 它的出息对比 它的字形收放 那是做的最强的 它前半段的话 它是什么呢 写的比较正啊 那估计这个写了个杯的人啊 在前面它写的有点紧张的 然后写的后面中间一点 它写的比较放松啊 就把自己的水平都发挥的很好的 那曹全杯也是这样的 曹全杯它前面两页 它写的比较端正啊 字形也是偏方 后面才把自己的风格 给它搞出来了 那前面的感觉都跟敷衍的一样 好 那我们这个就开始您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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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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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的姿态啊 这个往上点 逐渐提细啊 下面这个日子啊 现在更宽一点啊 相对来说啊 相对他这个竖话来说 这有一个往内拱的感觉啊 继续往下走 好 收过来收过来的话 这边也差不了多少的啊 稍微出去一点点 这一个的话 这一个起笔 它是要在这里边啊 提再压 这个后面就可以压的更粗啊 把它这种粗细对比搞出来 好 这一个放着脚写出来 签写出来 整个要饱满啊 整个还是要饱满 下一个这个坐字 桌子 你看这个片旁啊 先从下面这样写上去 好 写上 这一个笔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是 呃 由粗到细啊 也可以把它写匀啊 那我写的这个的话 它是有一点由粗到细的感觉啊 它中间相对提细一点啊 然后来一点提案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你知道它得用笔就好了 啊 好 这一笔啊 这它这收笔的话 稍微偏方一点 那中间有个提案 这个不能省了 好 这一笔相对粗一点 这一个和这边的粗细要保持一致啊 再看 这个够不够长啊 对比一下完全不够啊 要么就直接补上啊 要么你就这个重新再写 好 这一个要不太写厚一点的啊 有个写薄了很难看的 你看这个字帖上 它虽然是残破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的规律啊 它第一笔相对细一点 然后这是依次加粗的啊 第二笔它就粗 第三笔如果说你又写细了那不行的啊 因为它这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啊 但是啊 由粗慢慢到细 由粗慢慢到粗啊 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好 再下一个字 这下一个字很简单啊 你能跳过吧 这个二字就不行了 写下这个字 好 中间这个车写的线呢是特别细的啊 线写出了 线写出了 那就完全不对了 你要是这里面部分的线都写出了 那这燕尾怎么搞啊 那就没办法搞了 好 这一下面的 这些横向的空间大概分匀就好了 因为其实这个你摸的话 我们也就如果说要做到完全和字体一模一样啊 那是不可能的啊 只能说 谁连着更接近啊 我们要去学会哪种方法让它更接近啊 之前在讲林默的时候我也讲过了 就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写的字啊 也很难连着一模一样 是吧 只能说尽量就去模仿 去分析它这些用笔 你要知道它这是怎么写出来的 知道了之后的话 嗯 再用这种用笔之后 再这么一写 那可能 你偶尔就会写出来它这种感觉 啊 那平时的话可能就是说和它写的很像 啊 但是偶尔 就写出来一个和它这一模一样的也是有可能的啊 像我现在您的话我是从这个左边您过来的啊 因为我这更好录一点啊 其实这个应该是从右边写过来啊 从右边写过来的话 依次对一下这个字句行句啊 嗯 像现在我的话我是只要您单个字啊 就没考虑这些东西 这一个相对来说还要粗一点啊 粗一点 饱满一点啊 这个 这一笔也是比较粗 铺开啊 大街够好 下面粗啊 往外拐啊 把动作给它搞对 这个的话就一次变细了 刚才我们这边不是有个一次变粗吗 这个就可以一次变细啊 好 这边啊 关键装置吧 好 那我们再来啊 下一个字 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的话 嗯 它是下面这个燕尾啊 它是比较厚的啊 上面这条线 它的一个体验过程啊 我们也好好看一下 先是稍微粗一点啊 然后又要提细 好 后面又加粗 啊 整个这一个线的话 最细的地方啊 就在这边 中间偏左啊 最细的地方在中间偏左啊 最粗的就在这末端啊 下面这个内收 好 注意看啊 这边这一个最远端啊 是不是上面的啊 下面这个 这一部分的最远端 就在这一个大街的地方了啊 所以说感觉这个字 它是这样斜的 是吧 比如说这中间你画条线 是吧 那画下来的话 哪部分多啊 这边就要多一点 那这边呢 感觉它要少了一个脚一样啊 最后这个燕尾 这燕尾的话 它是比较厚重的啊 比要铺开 啊 提啊 下面这一段的话 游戏再到处要按 这一个蜡角 它是比较厚 好加上这竖画 这竖画的话 基本上在中间啊 中间偏右边一点点啊 偏右一点点 这样写下来 好 这车字 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写一两个整体细一点的字啊 细一点的 你看这个奢字 奢字的话整体很细 线提起来啊 这个就需要提起来了 你就压得很死 你的线肯定它是不行的 那出锡对比就做不出来 嗯 做不出来了啊 不管它这个线是粗还是细 我们的结构啊 呃 要保证没有问题 结构不能丢了 这边伸展开啊 左右伸展 下面的话 它是稍微是要粗一点点 特别最后一个横画啊 前面的话 它都还是这个 没这么粗 也就这两个齐笔相对粗一点 中间这一段线 要不要粗一点 这 最粗的到这边了啊 啊 也就这一个最粗 然后这边粗 啊 啊 你看啊 他这个也是有个渐变的过程啊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一块是粗的 这块是粗的 这是粗的 这是粗的 对吧 他这要 呼应上 你不能说 哎前面全是细的 我这突然来一笔粗的 哎 那看着太突兀了 你看这粗的基本上都在这一块 对吧 都在这一块了 它是逐渐变粗啊 它是一个一团一堆啊 分类的 好 好 再来 下两个 还是找一个细一点的字啊 嗯 你看 这个子 这个字 也是线是比较细啊 那至于把笔提起来 好 至于看这一个提笔的位置啊 这边 就过来 这些我们都在反复强调啊 大家 嗯 一定要仔细看 好 后半段相对压粗啊 从这个笔件从中间提起来就好了 好 然后这个的话是就可以先写这下面部分的 你看 下面部分对下来啊 嗯 嗯 然后这下面是有个笔画 比这条线过去点啊 也就 到这边 好 看 有没有超过它啊 这是没有的吧 这些东西看仔细 啊 然后你看这两个的这距离也是差不多 啊 再写下面的笔画 这下面这个树画的齐笔 它是偏哪边啊 偏右啊 看仔细 啊 这个有没有超过它 也是没有 好 在这边 这个我们之前不是讲的吗 它是比这边要出去一些的 这个也是要注意到 你别到时候啊 我这是 你是真画了一条线的话 这就写不出去了 那就挺难看的啊 这边 有出道戏啊 有一个斜度 好 挺住啊 铺开 好 那脚给它 压压出来啊 再出去 那那么这个字也完成了啊 你看这个粗细对比什么的也都是有的 对吧 再来一个这个整体细的啊 或者说找一个整体粗一点的啊 这个吧 这个这个文字 这文字它整体比较粗 好 它这个感觉像是直接这样打进去写出来的是吧 它这个点画 那我们还是稍微的给它利封一下啊 往上走啊 再下来 这样看起来的话 它更柔和一点啊 没有这么锋芒毕露啊 就是过来 它是有一个连带关系 它这个有点形式的感觉了啊 就是下来啊 看啊 或者辅助线针下来是吧 好 下来之后 往上点啊 再铺开 后半段再出啊 这个可以收放一点啊 收放一点 好 这再过来 再顺着这个比翼啊 顺着比翼 游戏到出 好 这往下拉 再往上回 啊 为什么往上回来 啊 因为它这个字有点形式的比翼 就跟着它的比翼走啊 往上回 好 你看这个是整体出的是吧 是吧 这样的话 你在写一张作品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呼应的 这是细的部分 是吧 对应上 这出的对应上 它每个字都有主笔 是吧 你看这一个的主笔也有的 整体系的也有主笔的主笔 是吧 那整体出的有没有主笔啊 你看这一个字 整体出哪一笔最初啊 还是这个燕尾 它还是有主笔 主次关系有 字与字的呼应有 有啊 出戏对比有啊 那这么 你这个一个作品就没问题了 啊 如果说你的结构还写的比较正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我们在写的在临摹创作最主要的就是这几个东西 啊 啊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课的话 也就先讲到这儿啊 嗯 下一次再继续讲一下这个 呃 李契威啊 讲一下他的 其他的这种空间啊 他的结构的收放关系 啊 以及他这种其正关系啊 他的为什么显觉啊 这种显从哪来啊 之前是有提到过 但是呢就是说没有很仔细的去细讲啊 那下一次课的话 我们再细讲一下这个李契威的结构关系啊 他是显觉从哪来啊 俊秀从哪来 是吧 这些东西我们再细讲啊 这些课的话就先讲到这儿啊 在想一下 执inski